那我請教張義善 你怎麼觀察選情的操作跟變化 我們先講新竹 新竹這個禮拜天就是里長大動員 國民黨說真的 林根仁是比較實在的人 在地經營六屆的議員 說真的說沒有里長挺 是不假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也動員了50個里長 那高恩安安昨天在舞台上面說 有71個里長站出來挺我 就那個畫面的名單閃過5秒 他以為沒有人知道啦 大家算算看如果林根仁50個 那個高恩安71個加起來是121個 那只剩下一個里長挺民進黨 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高恩安那71個里長就有人去抓 抓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社運人士印第大地在現場 他們就停格 把那個名單仔細拿來對 發現了六大錯誤 這六大錯誤呢 未經里長的同意使用人家的名義 第二 用里長候選人衝數 有些還里還重複的 重複的里數 跟實際現場的里長人數不合 名單有重複出現 名單數量與宣布的不同 從71個到後面又變成78個 所以他自己數目都搞不清楚 學理工的為什麼數目都搞不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 而且里長的名字還打錯字 所以一一都被人家糾正了 當然我們很清楚 就是里長的動員是國民黨跟高鴻安之間 他們對於組織盤 尤其是藍軍最後棄保的一個關鍵 他們看里長的人數 所以林根仁動員的50個 我覺得是紮紮實實 人家都站在他們後面 但是高鴻安那71個 今天就有里長馬上跳出來說 我沒有 我沒有 因為說真的 大家不要去害這些里長 每一個里裡面 有挺國民黨的 有挺民進黨的 也有挺高鴻的 都有 所以里長自己也要選 人家說里長人人好 什麼人也好 你聽我 我也去 要我聽你 你也去 所以要求這些里長站起來聽你 其實是像林根仁這種紮實的 才會出現 很多里長說 他現在也還沒有看過高鴻 所以高鴻安這個名單 要自己說清楚 因為他現在就說 這個名單是副議長 朱邦彥給他的 那更慘了 我副議長好不容易 跳出來站台挺你 你現在又把這個名單的錯誤 責任給朱邦彥 我想下禮拜 朱邦彥大概都不敢 去高鴻安總部了 因為所有的去高鴻安總部 記者一督就問他 里長名單是不是你給的 那是不是給錯誤的名單 所以高鴻安的問題 一直是他都會閃躲 這些錯誤的問題 然後不願意扛起 這些錯誤的責任 然後讓人家覺得他眼睛 展在頭上 我要為民眾黨主席抱不平 真的喔 你要為柯文哲抱不平 昨天他從頭站到尾 然後高鴻安演講的時候 只有在一開始介紹來賓的時候 有念到他的名字 柯文哲三個字 然後整場演講裡面 他說他要實現 郭台銘董事長的願望 然後柯文哲堂堂一個民眾黨主席 所以他到今天為止 可能能來認為他的大老闆 還是郭台銘 他的BB應該只有一個 他老闆沒有兩個只有一個 那他今年的貴人操盤手 可能是宣明志 一個就是郭台銘 結果郭台銘從頭到尾 現在連名字都不願意 講出來高鴻安三個字 說我支持高鴻安 只願意說你們支持一個 有智慧的人 那智慧的人是誰 有科技背景的人 結果大家都舉手說我也有 所以這個公安的問題在於說 他常常用一些 大家以為不會發現的事情 認為就是他的 那包含剛才講的里長名單 包含那個在支撤會的研究案 或者包含他的助理費的 相關的問題 他這個部分都沒有解釋清楚 他的助理費問題 本來他開記者會 第一天他後面貼了所有的單據 本要說明的 那記者說可不可以拿給我看 結果也是一樣 省過五秒說不行 結果我就把所有的名單就撤銷了 那我想為科主席抱不平的 很大的另外一塊就是 科主席常常用他的MG149 來為高鴻安背書 我要講的是2014年 科文哲在打MG149 這場對抗的時候 他要感謝兩個人 一個是蔡碧如委員 一個是他的妻子 陳醫師 他們很清楚的 寄了科文哲 20年來所有每一個單據 然後貼在背板裡面 貼了一個月 放在總部前面讓大家去查帳 結果沒有人可以查出問題 這才叫做高招 這才叫做公開透明 但是不像高鴻安 他這樣子閃過五秒 然後就不給人家看了 到現在結果助理的提出的一些證據 他也沒有辦法說清楚 他說偽造資料 其實他只要拿出一張 他原始資料跟對手 他跟他的助理提出的 這是不一樣的 大家就說你是偽造的 但是他一張也提不出來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 一個助理願意出來說 你的 我老闆是叫我自由樂捐 這些都高安問題 但是新竹跟台北 是一個聯動的關係 高安問題 讓所有的台北市的選情熱起來 選情熱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台北市今年的動員 就非常的熱烈 大家會因為2014年柯文哲的一些承諾 現在沒有辦法實現 來做一個對照的時候 讓陳時中今年的 在昨天有出現一個很 很熱情的場面 我要講的是說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2014年柯文哲的大遊行 另外一個是陳時中 2022年的大遊行 大家可以看群眾的畫面 幾乎是不相上下 甚至是很多人都說 陳時中昨天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打個八折好了 柯文哲在2014年拿到86萬票 打個八折其實陳時中已經過關了 好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三個月 我們就要在八折 8折 打開